新北市食物银行新北法福分行日前正式开幕 全国首创的法福市府双吸手 由新北市食物银行调度物资 新北法福提供仓库、空间和人力 未来到法福的弱势民众 经过评估有物资的需求 就可以领取民生物资 新北法福和新北市紧密合作已经有12个年头 这几年来更积极和社会局合作 这次开设食物银行分行创新注点服务 希望造福更多的弱势民众 或许有人真的就是不太愿意依赖别人 然后就想要自己一个人活存下去 这种现象如果是我们社会 或是我们人群所造成的话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所以说我们想尽可能的拉他们一把 我们并不是施舍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中介 使他的人际关系能够修复 然后能够在别人的关怀 别人的关心眼中寻觑到自己的存在 新北市政府为了全面性照顾弱势民众 在100年成立全台第一个公办公营实物银行 这次有新北法福的加入 不但增加据点也扩大了服务族群 今天很有意义的我们实物银行在我们29区开了各个分行 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分行就是我们在法福基金会成立这样分行 我刚刚跟那个李会长说你今天变成行长了 这个行长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要服务很多的需要来这边的客户 他要来提领他所需要的物品的时候 尤其是法律的支持的时候 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助 未来到新北法福寻求法律辅助的弱势民众 经过评估有物资需求就可以领取民生物资应急 希望可以全方面的守护新北市的弱势民众 记者方坚凯林景宇三重采访报导